臺中農警 發生五口農家 他們吃飯後三人中毒 那蘇清這是怎麼樣 剛才就講到說生活中有些東西 我們覺得一定很安全 但是沒做好還是很恐怖 就比如說這起案例 這一起是一家人五口 那其中是媽媽 先因為剛才就是 陳醫師有談到 一些中毒的真相 比如說他覺得冒冷汗 整個昏厥 然後整個人全身就不舒服 後來甚至差點呼吸衰竭 送到急診的時候 已經呼吸衰竭 還要插管 然後想說到底是什麼 前行怎麼會這樣 一時時間還沒想不出來 為什麼一個好好的人 突然呼吸衰竭 還要插管 那後來這個答案 怎麼找出來呢 是媽媽送醫院 那當然大家要去探病 對不對 所以第二天呢 就是爸爸帶著女兒去探病 應該說是女兒帶著爸爸去探病 爸爸七十歲了 去到那裡 奇怪 是太悲傷了 本來好好的爸爸 第一天去看媽媽的時候 突然腳軟站不住你知道嗎 想說都還沒有怎麼樣 怎麼這麼悲傷 後來想發現不對耶 爸爸也開始出現不舒服的症狀 然後醫生才想說 怎麼會這樣 一家人這個時候有兩個了 後來疑問才發現 原來哥哥在家裡 也急著要往醫院來 因為哥哥也一樣出現這種 整個冒冷汗昏厥 然後腸胃到不是 居然想吐 然後很不舒服的症狀 就送來 然後想說到底怎麼回事呢 因為一家三口 一家四個人 然後只有女兒症狀 好像不明顯 後來就疑問之下說 那有沒有可能其實 因為症狀看起來 就開始驗血 剛才趙老師說 市長有些驗血 會必然那些農藥項目 一驗就發現 是農藥有機磷中毒 你知道嗎 這家人又沒有跟人家結仇 為什麼一家人會都中有機磷 到底發生什麼情況 後來才想到說 因為爸爸是老農 傳統七十歲 所以他有噴農藥的習慣 噴了之後 可能就是忘記說噴不太久 他們到那天晚上吃火鍋的時候 順便就不回來了 可能因為想說自己家種的 他也沒有洗得特別徹底 那推測是因為這樣 就把農藥 因為農藥有些煮的 不一定會那個 他還是在裡面 那結果呢 為什麼媽媽最先發病 因為媽媽是一個很愛健康的人 青菜吃最多 對 真的啦 爸爸兒子都吃肉火鍋餃 對不對 是媽媽青菜吃最多 所以媽媽因為攝取量最大 當天就發病 爸爸呢 他兒子為什麼 因為媽媽缺你知道嗎 火鍋的湯桶讚對不對 裡面味道濃縮在裡面 第二天拿來煮麵 沙灘湯 所以是第二天 又吃麵沙灘湯的人 第二天又出現 所以這兩個人就去 那女兒為什麼 因為女兒吃的很少 本來就是相對女生不吃 不大吃東西 第二天早上她也沒吃麵線 所以她攝取量最低 他們因為這樣子才發現說 原來竟然是自己家種的蔬菜 毒了自己 而且你們猜農藥 菜的農藥 哪一個季節噴最多 哪個季節噴最多 你是夏天 夏天 蟲最多的季節 夏天 夏天 我覺得應該是 菜最多的季節 應該是冬天吧 冬天 其實蟲最多的季節就是現在 那現在夏天 現在快要下 現在還沒下 其實就是要春天轉夏天的時候 所有的萬物都在繁殖 都在孕育 我小時候就是這個時候 那個糖最多 你知道你看火菜 你如果不要在家裡 你看看 那很可怕 火菜裡面整個都是糖 即便你有噴農藥 有時候蟲也會藏在裡面 你不一定全部都蟲 藥能滲進去 火菜其實沒那麼好觀光 我自己買過了 回家泡下去水 叫我摸棉炒頭去 我自己去買 泡下去水 整個都蟲蟲 一點 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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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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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蟲子蟲子蟲 Jesus 我看到開始有打擱就說 με 太 сложно 我們怎麼樣會再慢慢來吃 三個天說不見了 沒吃掉!! 被 一 半月之間被蟲 全部吃光光 種玉米 如果你沒有噴農藥 那個玉米也有得長蟲 唯一沒有長蟲的蔡 蔡給你菜是什麼 地瓜葉 這所以我猜 我不是 我建議大家要吃 地瓜葉 地瓜葉 沒暴農藥 而且又有翠綠 還燙 現在不燙 現在在我燙過了 在我燙過了 現在就營養了 因為就營養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過營養 維生素A B群都很高 膳食纖維也是超高 真的 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秋葵也不錯 秋葵也是貴的 秋葵 秋葵也沒什麼怕糖 因為糖沒什麼要吃 因為你現在有磨磨 對 他從不容易吃 如果硬要講空心菜也不錯 奇怪 糖也不太吃空心菜 我也不太吃空心菜 因為你是蟲 蟲蟲 蟑螂應該也不錯 蟑螂 蟑螂 對 那是什麼 蟑螂 蟑螂會吃嗎 蟑螂他不太吃 辣椒他不吃 台東應該也不太吃 對 台東應該也不太吃 台東是小白菜的意思嗎 對 台東什麼 通膠嗎 台東就是那個青椒 沒有你說什麼 青椒 就青椒 青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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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說台東 好 那這個 所以蘇青還有有人去東南亞旅遊 結果是發生上訴下去 對 這件事情就是像陳醫師的同事一樣 我真的要提醒大家 因為像臺灣 因為最近這些年來公共衛生變好了 所以我們年輕人鮮嫩的肝 又有避肝疫苗保護 然後如果他們沒有做奇怪的穿動 或打藥的行為 他們的肝又很好 然後因為公共衛生很好 他們沒有得過A肝 所以這個時候鮮嫩的肝去到公共衛生 相對不理想的地方 就很風險 很大 那這個是一個男生 然後就是很開心二十幾歲 第一次能出國 那當然就想說先去東南亞玩 去到東南亞這些年輕人 什麼都敢吃 你知道 因為我說我們年紀大 去到國外連生水都不敢喝 都要買罐裝的外國品種的水 他不是他什麼都敢試 他還在那邊當地吃那種生的貝類 你知道嗎 天啊 結果呢 吃了在當地吃得很開心 也沒有拉肚子 所以一切很好啊 還跟同伴說有什麼 不敢吃了對不對 回來就開始 他說回來大概快一個月喔 才發現開始那個整個人就是 我剛才講發燒疲倦 肚子痛 不舒服 然後慢慢整個人就真的很不舒服 有一天是怎麼樣才去看醫生 他說他尿尿發 時候發現他茶色尿 對 尿像烏龍茶的顏色才嚇一跳 趕快去醫院 醫院一檢查 那個整個肝臟就是說 他就是A肝 然後甚至因為不知道 一般正常的成年人應該說 雖然有症狀 但是應該不會太嚴重 就自己好了 不是好烏龍茶放出來就烏龍茶 烏龍茶也不會尿烏龍茶的顏色 不會嗎 正常的顏色 只有烏龍茶味 對 香香的茶味 不會有顏色 然後他後來就說 可能因為他那一段時間 又剛好在感報告什麼比較累 然後再這樣有感染 所以他其實是引爆 研發類似猛爆性感染 猛爆性感染 趙博士 你有中途的經驗嗎 有好幾次 像比如說去東南亞的也有 然後這個 那你東南亞你就是因為吃不小心 對 就是就是 我也不好意思講哪一個國家 對 但是但是因為那個環境說實在話 就是我們是比較強調就是說 要吃熟食 不能說不吃生食 因為像我也是不吃生食的人 對 但是去那個地方的話 你也不吃生食 對 我也不吃生食 因為以前曾經看過那個 就是解剖的那個影片 就是他就是肚子很大 然後過世了以後 然後人家解剖 然後發現那個腸胃道裡面 全部都是 都是蟲 其實後來發現說那個人 他其實是長期吃這個這個生食生魚片 然後或者怎麼樣 但是那一次就是我去那個地方 然後那我都吃熟食 但是吃海鮮 那但是他送上來的時候確實 他都是煮好的 可是有些那個溫度是涼的 就是已經不是熱騰騰的上來 你知道有些蟹是用燒烤的嗎 對 他有帶蝦頭 但我想蝦頭可能沒有很熟 這樣可不可以吃 我是建議都是要熟 因為蝦頭他裡面其實還是 在蝦的結構裡面 他還是有一些器官在上面 而且肺也在下面 以前有啦 如果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還是會勉強吃一下 好 你說那生蠔第二好吃 第二吃就很用 要吃劑量 要吃幾顆呢 要問一下鴻明哥 那法國你點生蠔他 是不是一個大人 二大人 一大量打這樣點 二大人是二十四顆 對啊 一邊賺二十四顆 沒有啦 不是一個人 對 大家去餐廳 那小小顆而已 法國的比較小 對 對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